我在国外魔网站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上面说一名玩家在游玩我的世界时 发现了一只白色墨影人 众所周知 墨影人都是黑色的 怎么可能会有白色 于是我好奇的点进了这名玩家的视频 玩家小哥在一个豪宅去住 这间房子那是相当的豪华 里面的东西也是应有尽有 能看得出这名玩家已经生存很久了 而长时间的枯燥生存 让他有些乏了 所以今天玩家准备去挑战墨影龙 为这个生存画上句号 玩家从房间的各个箱子里 把指引传送门的墨影龙装进了背包 临走时 他还给门口的猫咪喂了几只小鱼 最后他就跟着墨影只眼前往地牢 玩家的运气很好 地牢的位置距离他没有多远 再还没天黑 他便抵达目的地 进入阴暗潮湿的地牢 第一件事就是插火把 在去散周围黑暗时 也能提防怪物来袭 而在玩家准备前往下一层时 周边端传来一声墨影人的尖叫 就是那种被干掉的叫声 玩家十分不解 地牢里有墨影人不奇怪 但中立与敌对怪物是不可能打起来 那这样的话 或许谁干掉墨影人呢 玩家没有在这件事上想太多 因为他觉得很可能是自己幻听了 兜兜转转几个房间后 玩家顺利找到墨地传送框架 但他并没有立刻进入 因为地牢还没探索外 所以玩家想搜过暗杀 解决完一只苦力怕 他发现前方木门还有几只怪物 这时 侧边忽然冲出一只僵尸 但重点不是他 而是他身后那只发着光的墨影人 玩家也很好奇 于是便将准星移动到白色墨影人身上 下一刻 白色墨影人就跟寻常墨影人一般冲了上来 玩家以为这玩意可能就是个bug 跟平时没啥两样 但事情越往后越诡异 玩家解决完僵尸 在去找他时 发现白色墨影人彻底消失了 这时玩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跑回去找他 在找了几个房间后 都没有发现墨影人 正当他转身离开时 一个白色影子 巧然出现在玩家来的路上 白色墨影人注意到玩家目光 立即又消失了 这一幕令玩家感觉有点不对劲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他来到了旁边的小房间 结果前脚刚进 后脚白色墨影人便出现 果然 之所以前面没发现白色墨影人 是因为他就在玩家的身后 大家如果感到害怕 请把公平打在保护上面 玩家细思疾恐 决定先回家 而刚到门口 白色墨影人又一次出现 玩家鼓足勇气 上去就是一幅 白色墨影人吃痛消失 玩家感冒大方快 回到了地面 来到地面 惊恐万分的玩家 头也不回的一路狂奔 直到保湿度不够 才放缓脚步 这时候 玩家又回头看了一下 他发现 白色墨影人竟然还在 玩家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再次跑了起来 这次直接跑回了家里 但这时 房间不知哪里 又传来一丝声响 那是墨影人的 玩家退后可退 只能提前寻找 自己干掉他 一番战斗后 白色墨影人忽然消失 玩家连忙追赶 到楼上 他看见白色墨影人 竟然想炸掉房子 玩家急忙上 将TNT一一拆掉 而白色墨影人 再次消失 之后一段时间 墨影人再也没有出现 玩家以为没事了 所以便给猫咪喂食 可猫咪的样子 却十分奇怪 眼神直勾勾地 看着前方 玩家感觉有点不对劲 赶忙来到楼上 到房间里 他把门关上 刚转身 就遇上了白色墨影人 视频对后 玩家被墨影人干掉 可以看出 一旦招惹白色墨影人 就会陷入不休止的追杀 大家一旦遇上 可千万要小心哦